北京德云社 北京德云社的全体演职人员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厚爱 为了答谢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在我们隆重的庆典之后呢 将来会有一系列的大型演出 送给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 开幕典礼现在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德云社全体演员 闪亮登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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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德云社十五周年大庆 庆典 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 十五年不算什么 一眨眼就到了 但是对于一帮说相上来说 十五年挺不容易的 多谢各位朋友们 支持着我们走到了今天 学生郭德纲带着北京德云社 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 谢谢各位 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个后台 武士同堂 每个辈分的都有 从保自备的老先生 我们的谢天顺先生 一直到后边的几批孩子们 以及我们的学生 甚至我们学生的学生 包括我们的儿子 往那边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来往前站孩子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于老师的儿子 郭小宝 孩子今天是来玩来的 所以没准备演出服 但是仲在参与 我一看见他 我这心里边 他还纳闷 到底谁是 去站在哥哥那边去 我现在是白口莫辩 今天于老师 于老师穿得跟王飞似的 您穿得跟王子似的 今天我们老两口子都来了 来了好些朋友 也来了很多我们娱乐圈的同仁 老师们 前辈们 无以为报 好好的说相声 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 因为今天的好多节目 都是平时不演的 你们尽量多坐一会儿 我们多说一会儿 如果你们要是实在不愿意走的话呢 我们给你们说点 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那种 还是爱听这类的 什么话 不是说不能播就不好 一个节目的好坏 是以观众喜爱与否来作为标准的 那倒是 是不是啊 每次像这种大型演出 开演之前呢 我们大家都要集体唱一个 开场的小唱 这是惯例 什么叫开场的小唱呢